大家好,我是阿辉 冬瓜我们平时都是炒着吃或者是炖着吃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 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 首先冬瓜去皮后,从中间对半切开 把冬瓜瓊去掉不要 然后用擦丝器把冬瓜擦成细丝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加入食用盐 用筷子搅拌均匀,先放一旁腌上五分钟 再准备一个大碗加入400克普通面粉 然后用220毫升60度的热水和面 边倒边搅拌 一直搅成大面絮状,加入20克食用油 然后用下手揉成面团 因为冬瓜水分多,所以我们用热水和面 这样可以提高面粉的吸水性和锁水性 面团刚开始很难揉光滑 我们套上一个保鲜袋,然后饧面10分钟 10分钟以后再来揉 这样揉一揉就很容易揉光滑了 往里面加入一小勺淀粉 加入淀粉可以防止粘连 把面团涂抹均匀 再放到保鲜袋中防止风干 接下来小碗里面打入4个鸡蛋 加入一小把香葱 再加入一点食盐入个底味 用筷子把鸡蛋搅散开备用 这时候冬瓜已经腌好了 我们用力挤干里面的水分 再放到案板上剁得碎一些 剁好后放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几朵洗净的香菇 先切成片 最后切成小碎丁 切好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根火腿肠 同样切成小碎丁 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锅烧热 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后倒入鸡蛋液 把鸡蛋充分的炒成鸡蛋碎 最后像这样就可以了 炒好后先盛出来 装入碗中备用 锅中留少许底油 倒入一把虾皮 加入一点虾皮既能提鲜 还能铺干 充分的炒出鲜香味 再下入葱花 炒出葱花的香味 炒香后下入香菇 先把香菇上面的水汽炒干 炒好后再倒入冬瓜 翻炒均匀 火腿丁也夹进来 快速的翻炒均匀 把所有的食材充分的翻炒均匀 炒好后盛出来和鸡蛋放在一起 接着我们开始来调味 加入适量的鸡精 一勺蚝油 一勺13香 一勺食用盐 最后再少加点老抽上色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像这样我们的馅料就调好了 先放一旁备用 案板上撒一点干面粉 把饧好的面团取出来 不需要揉面 我们在面团的中间给它搓一个洞 然后搓成长条状 用刀分成大小均匀的面剂 把每一个小面剂揉一揉 整理成圆形 接着用擀面杖把小面剂都擀成长方形的饼状 厚度在两毫米左右 接着把调好的馅料放在面皮上 用筷子铺平 再把两边对折起来 然后从一头卷起来 尽量卷得紧实一些 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按照这个方法把所有的面剂全部包好 做好的生坯直接放入蒸屉上 水开上锅蒸 盖上盖子 开大火蒸15分钟 时间到了不用闷 直接打开盖子 哇真的是太香了 现在就可以看到 饼皮非常的薄 晶莹剔透的 我们给它盛出来 装入盘中就可以享用了 切开后里面都是馅料 一层一层的 吃起来口感非常的丰富 里面有冬瓜 香菇 火腿肠 鸡蛋 营养也是非常的全面 冬瓜这样做非常的解馋又好吃 家里有冬瓜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做法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关注 留言转发 谢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 proper关注 ung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